议员别做性别忙 乖乖来上性评课 性别人权团体高雄市议会前高呼口号 怒红议员不要性别忙 就是因为上个月这段直询 同性的一千三百多队 一年都几百队 这会恐怖 所以我们现在少子化 你们没吹的 大家都要这样拼 我真的跟人口是红利 没有人口我们社会一定会退步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吴立成 坚对少子化议题 咨询民政局长时说出 同婚一年上百队很恐怖 哀哄民意代表带头 歧视同志 从教育或人权的观点来讲 一个曾经从事教育的人 这样的一个议员 竟然有这么无知的认知 还不如去思考我们社会 现代社会背景 为什么大家不生小孩 那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人权团体希望高雄市议会 能比照谈的是议会 设置性别平等委员会 让议员参加性别课程 并建立申诉管道 让问证不在性别忙 我们议会确实是需要 一个性别的机制 让这一位过去为人师表 结果自己的性别课程 却上得这么不足的 这样一位议员应该要 来补足一下近三十年来 没有更新的性别观念 议员站出来替同性伴侣发声 希望在制度面上 根本解决性别歧视问题 针对他党议员 以及性贫团体的质疑 国民党议员吴立成电话中 不予置评 也罕冤自己的质询内容 遭到误解 只是少则话是全球新问题 成因复杂 明代质询时 却把同婚混为一谈 性别敏感度恐怕 还有代加强 静新闻林一清杜云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